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老鼠干 这什么东西 老鼠你要吃啊 来感受他们当地的 据500年传承历史的老鼠干 我都闻到香味了 它颜色都变掉了 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恐怖 我怎么听到脆的声音 等一下 今天我们将在福建宁化 长坊村这个地方 来感受他们当地的 据500年传承历史的老鼠干 我们这位师傅给我们制作的 就是等一下我们就要去捕捉的 田鼠的甲子 捕鼠甲 那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是老鼠的这个鹿嘛 好像就比如这个洞口一样 它就怎么样出来了 一出来它就要直接咬口 咬到你可以 要放食物进去吗 就放那个地瓜最好 老鼠喜欢吃的东西是很好 地瓜最好 地瓜就不让它下雨啊 怎么用不会搞掉 阿栋 阿栋 看看看看 哇 老鼠干 这什么东西 老鼠你要吃啊 给你胆了 这就是年化传说中的老鼠干的原材料 大家可能看到我们刚才抓到老鼠呢 很好奇是怎么抓到的对吧 今天呢我们现在就现场讲述一下 如何捕到田鼠的 吃着它为这里咬 咬咬咬咬 它咬的就是这样子 就这样子就找到了 它是怎么够在上面的呢 它是绳子 总在这就上来的 它把它压住了 压它吃的进去 它就压得进去 如果它吃的少 它就只能磕住它的牙齿 它不会松开吗 不会的它磕住了 你拔也拔不动 老鼠就是这样 哇 架起来再一下 嗯 它蒸热之后皮一撕就掉了 嗯 体质很好 表面上看起来我们觉得很恐怖 但实际上我觉得跟平时家里面杀的一些鸡呀 鸭呀 感觉都还一样的 他为什么要用米心 对 用米呢 人家用米是这样子比较 类伸一点 开锅咯 就这样 米烤的 米烤的就是不一样了 这米都糊掉了 我都闻到香味 我都闻到香味了 它颜色都变掉了 这个是要给它变掉才有用 这个颜色出来了就可以了 蛋可以直接吃吗 这样子不能 还不能吃 没盐巴什么都没盐 好像还没有味道是吧 好激动啊 好期待美味出炉 看你把你挤的 来 走 现在压力好大 小心点 我一天的时候 全都在我手上 我看着都想流口水 有没有闻到香味呢 看着有什么感想呢 想吃 但又不敢吃 你给我一次煎 我先吃哪一块呢 压力好大 会不会夹成肉了 哎 感觉还不错哦 好的 你是肉 对 你要骗我 真的是肉 还道歉 来吃辣的点 哇 不错 比猪肉好吃多了 那就必须 这是这边 就是待见贵客的上等菜 只有非常好的朋友和客人来着 才会出这道菜 哇 紧张了我都夹不起来了